美国说并没有向北韩宣战 白空发言人双德斯星期一对记者说 北韩外交官这种说法十分荒谬 在桑特斯发言前几个小时 北韩外长李永浩在联合国总部附近提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时 表述了开战的说法 川普之前在推特上评论说 如果北韩将威胁落在行动上的话 北韩政权就不再存在很久 李永浩对记者说 鉴于这番说话出自美国总统的口 他说这个明显是宣战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默克马斯特 在星期一的一次安全会议上说 美国希望避免和北韩的战争